林翠是演員真剛的鮑妹 也是藝人陳山河和王興平的媽媽 她在50年代加入影圈 經常飾演活潑鬼馬的學生角色 所以有學生情人的美語 1995年2月22日 林翠因為哮喘病發在台灣家中離世 享年59歲 跟媽媽一起住的陳山河說 媽媽離世前一晚 兩母子還在家裡聊天聊到凌晨3點 誰知22日下午睡醒 就發現媽媽手拿著哮喘病用的滋器管噴劑 可惜已經沒有知覺 就算馬上把媽媽送到國泰醫院急救 但還是救不回 林翠的離世令不少親朋好友好傷心 她的追思會分別在台灣和香港舉行 2月28日 林翠的四個子女 陳山河、王興平、王家路和王美儀 哥哥曾江和太太招繳 妹妹曾倚玲、前夫王宇等人 出席台北追思會 教堂門外放滿港台影聲致送的白色白俠 林翠的好友郭蘭就為她寫了一副挽亂 相夫難、教子女亦難 如虎含生 不怨天、不由人、一生命運 演戲活、動感情更活、楊歡強笑 能容物、能無我、半個神仙 林翠的遺體即日火化 然後送到美國三藩市天堂草坪無緣安葬 3月7日 林翠四個子女再在香港堅渡天主教堂 為媽媽舉行追悼會 出席者有謝賢、尤敏、葛蘭、蕭芳芳等 追悼會儀式簡單而隆重 由張艾嘉宣讀葛蘭、尤敏、王來及葉豐贊寫的制文 然後由陳潔玲唱出林翠生前最愛的歌曲《慈旁下的風》 1936年出生的林翠原名曾二 1953年考入由導演王卓漢領導的自由影業 她在1954年憑處女作《女兒心爆紅》 1957年11月 林翠加盟電茂開啟了她的電影事業《黃金時期》 主要作品包括《四千金》、《豆腐世絲》、《提小恩元》等 她的事業一帆風順但感情令人唏噓 她曾經歷兩段婚姻 23歲的她和第一任丈夫著名導演秦劍在1959年結婚 婚後肉有一子陳山河 本來浪才女貌令人羨慕 不過這段婚姻維持了10年就宣告結束 據聞秦劍因為多部電影不收得 導致性情大變、沉迷賭博甚至欠落大堆賭債 林翠在1967年選擇和秦劍分居 當時香港規定要分居三年才可以離婚 分居期間林翠和被自己世8歲的演員黃宇拍拖 1969年秦劍因賭博欠落巨債 在公司宿舍上吊自殺 而林翠知道消息後 第二天就和黃宇一起召開記者會 宣布和黃宇相愛而且有了第二胎 還當眾展示自己為秦劍償還的30萬賭債證據 她覺得秦劍是因為賭博而自殺 對於秦劍完全沒有任何詭咎 同年她還和黃宇結婚 婚後彈下黃興平、黃家露、黃美儀三個女 這段婚姻維持了六年 她們在1975年離婚 1977年林翠決定移居美國三藩市 轉行做餐飲及租飲行業 1980年尾復出影壇 參與電影《海峽兩岸》 和台灣電視劇《不了情》等演出 最後一出遺作是中視的愛在他鄉 任何按錯 《泳路線》 《 تع金通知》 《泳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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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